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少爷可是好奇得很啊 怎么 跟我无话可说的 你好 这两个人之间 一定发生过什么 可是看到学长你 我并不好 我一点都不希望看到学长 回到四夜学院 没错 这两个人之间一定有见情 小语学长 主要 你们要不要喝咖啡啊 我去买 杨阳 拜托 为什么你总能恰到好处的 摔倒在我未婚夫的怀里呢 这样脚就崴了 还有 郑楚耀 你未婚妻在这里好吗 就知道遇到冰块脸肯定没好事 就算是你现在求我 我也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 嗯 什么情况 我才是这部戏的女主角好吗 我连句台词还没说呢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也是 大清早的 怎么会有人来上游泳课呢 而且我已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我应该正大光明的呀 我弄得跟偷拍似的 嗯 别动忙着呢 别动 喂我在搞创作呢 你干嘛 你 是躲在这里偷拍吗 别胡说八道 我这是搞创作 创作你知不知道 给我看看 嗯 不行 给我 不行 不行 给我 别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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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是你 这次还是你 你肯定是不意的 我 江念雨 你别以为你之前在泳池救过我 你就什么便宜都能占 你这种便宜啊不占也罢 你 你什么意思你 这 这就是你的创作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上课了 等我改天再跟你算账 对了 今天的事还有之前的事 你要是敢告诉别人 我就杀了你 谢谢 你 你要是指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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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 你 你 secret 你 你 你看 对 你 说 你 您耽误的是我的上课时间 你的上课时间 这是我的课堂 我是老师 钢琴技巧如何提高方面 我比你们都权威 你们这些公主少爷们 就是从小被惯坏了 完全不懂归居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来打个赌 您随便指定一首曲目 如果我林星辰 弹错了一个音节 以后我每次来都法战 但如果没有 请您停止这种体罚 可以吗 有意思 是说我随便指定曲目吗 当然 行吧 李斯特 超级技巧练习曲级 第五首 鬼虎 他的曲子很难弹的 对啊 距离很可爱啊 练什么可爱啊 我想什么办法呀 我想什么办法呀 李斯特 林星辰 谢谢你 我看 我们还是继续罚战好了 幼王子 这连老师都探不来 他这样会下不了台的 想点办法呀 幼王子 正主要 等着拜祷在本小姐的 黑白琴见一下吧 我看我 这边是 别闹了 我看你 你还没记住 你还没记住 我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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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李斯特的那个时代 音阶分为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 林同学似乎是按照旋律小调的方法 演奏了那一段落 比起今天流行的和声小调 旋律小调呢 它似乎更加符合 那个时代 李斯特的表演风格 我觉得 他刚才的演奏 非常好 哎 老师 按照江念语学长刚才的说法 我想这次的贵人应该是林星辰 林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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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欺负你啊 林星辰 不是 我只是觉得林星辰 他真的好耀眼啊 是不是大家都会喜欢 像他那样子的女生啊 谁说的 他就是那种浮夸 又爱出风头的女生 我告诉你 他越是这样 我越讨厌他 郑春耀你什么意思 你讨厌我 对 我就是讨厌你 你眼睛鼻子嘴巴 我全部都讨厌 怎么样 一样啊 一样我们走 别让这个大小姐的公主病 把你给传染 走啊 郑楚耀你 行了啊 星辰 药王子就是脑子不好使 你不要理他了 郑楚耀是不是人格分裂 你不要理他啊 白天对我那么凶 晚上又约我吃饭 其实药王子很在爱你的菲林的 只不过他不好意思当面道歉 明天好好给你招应吧 不好意思直接道歉 你以为你三岁小孩啊 大小姐 大小姐 这个是夫人帮你准备的 明天去宴会穿的衣服 知道了 对了 大小姐 你上次叫我帮你找那个救你的人 我们还没找到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加派人手 很快就有结果 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那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我们要好好地感谢他 对 我一定会 好好感谢他 不过你 你怎么还没找到 你不想帮我 在这边 也不想帮他 你不想帮他 在这边 你不想帮他 你不想帮他 不想帮他 不想帮他 在这边 你不想帮他 他想帮他 我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小姐啊 我今天约了医生要看风湿 饭后让除药少爷直接送您回来 可以吗 没问题 林夏姐 你做造型也大半天了 都没有吃东西 要不要来一点 不用了 你们先吃吧 我要继续做造型 嗯 那 我们自己先吃喽 走 去那边 走 走了 对不起 谢谢 我不想听对不起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吗 很威风啊 是他先把我的包弄坏的 不关你的事 我当然不想多管闲事了 但是你为了一个假包 在这里大闹 真的很吵呀 你什么意思啊 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 特意找人从意大利专卖店里 带回来的最新限量款 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 最新限量款 对啊 大小姐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出过两款这个包 但是没有你这个颜色 二零一四年呢 倒是出过这个颜色 可是这个款式还没出呢 你胡说 我这个包有序号牌的 所以你觉得 这个序号牌作假很难吗 其实想检验这个包的真假 倒是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对 敢不敢烧一下 如果它是假包 就会有一股很馊的味道 我不相信 你骗人 我花了那么多钱买的包 怎么可能是假的 那只能说明你蠢啊 赶快拿着你的包消失吧 还说得从国外带来的 原来是个假货呀 雷氏珠宝的千金 连个包得成假的分辨不出来 它家的珠宝会不会也是假的呀 笑死了 这要谁还去他家买呀 就是啊 你们看 这包质感这么好 我踩了这么久 没有变形也没有脱线 这么好的包 怎么可能是假的 假货就是假货 就算质量再好 也是赢品 你凭什么说我的包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吧 你鼻子是假的 胸是假的 你浑身上下都是假的 就连你的婚约 它也是假的 药王子 根本就不会娶你 从来就没有人爱你 林星辰 你给我记住 我绝对会给你好看的 就凭你 连自己包包的真假都分不出来 你连给本小姐提鞋都不配 林星辰 你 哎呀 算了 走吧 我们走 余洋洋 你怎么这么好欺负 你不会说点别的 谢谢你 不然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哎呀 我跟你没那么熟 我只是看不惯他拿个假包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星辰你裙子脏了 我帮你擦 哎呀 不用 我说不用 林星辰 洋洋 你没事吧 主要不是 你别误会 不是星辰的错 我就问你一句 余洋洋是不是你推的 是 来的路上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有误会你 看来是我多想 我根本就没有误会你 你就是一个浑身公主病 嚣张又跋扈的女人 所以你怎么想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欺负余洋洋 我欺负余洋洋 对 我就是欺负余洋洋 我就是看不惯他 一脸懦弱的样子 除药 不是了 跟我走 不是 星辰 喂 刘叔 喂 小姐 要我今天回家吗 不用了 你看完店好好休息吧 我喝郑主要 还要去看电影 拜拜 好 现在他们只愿相信他们相信 谁管真相是什么 就好像你在大家眼中 是我们林家正牌千金大小姐一样 你浑身上下都是假的 就连你的婚约 她也是假的 我根本就没误会你 你就是一个浑身公主病 嚣张又跋扈的女人 还爱吗 我会听起来 这个兵讯会上这个新的 或者把奖闵接的 发生了一些 什么呀 不是 我会去跟她 вод生 更多了 你说说 你没错 那我可以 谢谢你 熊启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